出乎意料的是 已必是显耀一手南宫文明的蜀汉之地 会在公元263年迅速沦陷 成为司马市统一道路上的垫脚石 这一场覆灭是从天而降的 它不仅超出了蜀汉政权在部署方面的考虑范围 也脱离了司马市对于战争结果的预期 蜀汉政权在刘善手中持续了40年之久 社会相对稳定 此时 卫国实力虽然强大 但要彻底消灭一个稳定的政权 难度很大 加之蜀汉有山川之力 具备先天的屏障优势 那么在相对稳定和天险前提下 蜀汉为什么会如此轻而易举的走上了灭亡之路 此时 曹魏政权实质上已经由司马昭全权把持 认识到蜀汉一手南宫的地势和社会相对稳定的局面 司马昭在法蜀一世上并未拖大 他的目的很简单 那就是转嫁国内政治矛盾 在淮南三畔被平定后 司马昭的权势日益稳固 曹毛早已洞察司马昭的谋反之心 无奈之下发起了绝望的反击 曹毛的死并非没有意义 士军的恶劣行径使得司马氏在魏国的名声一落千丈 司马昭破绝希望通过对外战事转移内部政治矛盾 此外 司马昭的野心远不止魏帝 未完成统一大业 他意图在这场战事中初步控制汉中 进而徐徒属地 但法蜀的提议在朝中并没有得到认可 此前曹真曹爽曾大举进攻蜀国都已失败告终 更甚有将为主动北伐的事件 使得魏庭上下都对蜀国颇有忌惮 唯独镇西将军中会力挺司马昭的提议 中会的父亲钟瑶是尹川氏族中最早归顺曹操的人之一 此前已官制太父 出身不凡的中会可以称得上少年得志 他少年级入官 深受司马氏兄弟的信任 尤其是司马昭 中会之所以会支持这个决定 并非是他对法蜀仪式本身的战略认可 反而更趋向于他所传达的政治态度 这在中会多次背逆曹氏政权 相助司马氏的事件中可见一般 与之相对的 邓爱却极为耿直地向司马昭提出了反对意见 并多次列举法蜀弊端 这固然与法蜀战士的可行度有必然联系 但也不能排除邓爱个人的利益考量 邓爱与中会的幼年个人经历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由于父亲早逝 又接连遭遇动荡和改迁 一路沦落为放牛娃 身份低位的他却对地理十分感兴趣 美玉山川大河必要勘测良度 全然不顾旁人讥讽 以屯田不明的身份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 邓爱平淡地度过了近二十年 直至遇上司马懿人生才迎来了转折 出人头地的志向酝酿了前半生 邓爱自然渴望建功立业 但要建功蜀汉面对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姜维 姜维出生天水江士 在诸葛亮北伐中原时 因受猜忌而投降蜀汉 得到诸葛亮的重用 诸葛亮死后 他继承北伐事业 大战邓爱 陈泰 郭怀等 固有胜负 依据他和姜维的交手经验 以及对蜀汉帝氏的了解 邓爱认为攻克蜀国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 此外 魏婷在西线设置了关中都督和拢右都督 以关中都督为尊 此时的拢右都督是邓爱 而关中都督则是忠惠 虽然二人名义上都是都督 但无论在地位和兵力上 忠惠都占有压倒性优势 甚至在拢右地区 邓爱也算不上一把手 因为还有一个地位相近的雍州次使诸葛旭 也就是说 邓爱能掌控的只有隆右一半的力量而已 以这点兵力几乎不可能夺下头功 这样的结果显然是邓爱难以接受的 但邓爱的屡次进舰并没有被采纳 最终司马昭力排众议 调集了18万兵马 委任中会 作为法属战士的总指挥 率领12万大军 攻取汉中 邓爱和诸葛旭分别领兵3万 牵制江维大军 司马昭的本意是让邓爱牵制住江维 然后诸葛旭驻守阴平桥头 切断江维后路 同时用中会进攻 没有属军主力的战略要敌汉中 一旦中会大军拿下汉中 江维的回首将难以挽回局面 只能选择退守属地 进一步来讲 中会拿下汉中后 可抽兵援助邓旭二人 对江维军产生威胁 可谓一十二鸟之计 但江维却采取了巧妙的应对之策 成功脱离了邓爱诸葛旭的包围圈 此时的江维为躲避黄浩的迫害 正于榻中屯田避祸 江维所在的榻中一般认为 周曲县到迭步县之间的一个盆地中 邓爱希望可以将其堵在白龙江河谷中 驾以消灭 为此他制定了大胆的军事部署 他将兵马兵分四路 一路由他亲率从敌道出发 另三路由王岐、千鸿、杨毅 分别从天水郡、隆西郡、金城郡出发 共同进攻江维所在的榻中 为何邓爱会采取分兵的策略 难道他不怕江维带兵逐格击破吗 原因在于此时汉州面临的局势 中会大军的举进使得江维急于东进 邓爱洞察到江维无心恋战 才大胆分兵意图围剿江维 但由于敌道距离榻中的行程遥远 邓爱的部署还没来得及展开 就被江维识破 江维的提前防备使得他成功摆脱了邓爱的包围圈 沿着白龙江东进 在路过墙川口的时候 江维军被杨新等人追上 三国志的记载中并没有提及其他人 很可能只有杨新军追上了江维军 并发生了交战 从后续结果来看 三国志虽形容江维的败走 但这场落败并没有影响到江维的主力 所谓的败可能是指少量殿后部队 为江维争取东进的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 赵云的次子赵广在这场战事中死去 这也称为江维在墙川口战败 这条讯息传播的佐证 此时的江维虽暂时摆脱了邓爱的追击 但后续的危机却并没有解除 诸葛旭的人马已经在殷平桥头守株待兔了 事实上 江维此前早已对殷平地带有所考量 当中会在关中整军备战时 他就上书提出 让廖化率军在殷平桥头防备 但他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刘善的重视 直到魏军举进 蜀庭才派出廖化率军之援 廖化军在途中听闻诸葛旭也出兵了 又传来江维在墙川口兵败一事 认为自己势单力薄 不敢继续深入 只好在殷平之南驻守 殷平桥头坐落着玉垒关 桥下是万丈深谷 桥头是显观要爱 这是一座被称为龙鼠咽喉的要塞 诸葛旭三万军队把守在前方 江维军想要一举突破 南上加南 与此同时 身后的邓爱军随时会追上来 与诸葛军形成两面包夹之势 而廖化兵力不多 又被挡在殷平桥头以南 基本起不到什么支援的作用 江维一时之间陷入了极为凶险的境地 面对难以堪破的防线 江维另辟蹊径 转而率军北上 做出截断诸葛旭后路的假象 眼见江维北上去断自己的后路 诸葛旭立刻中计 也紧跟着后撤三十里 值得一提的是 江维走的孔寒谷是小路 而诸葛旭则是走大路 原路返回 因此诸葛旭在短时间内 无法获悉江维的动向 江维见诸葛旭中计 利用时间差 立刻掉头南下 成功渡过殷平桥头 与廖化军会合 眼下正赶往殷平途中的邓爱 获知消息后大为叹息 却也是无可奈何 诸葛旭并非邓爱的从属 邓爱难以左右诸葛旭的行动 这也就意味着 二者之间缺少配合和信任度 这也成为了围堵江维行动破产的直接原因 然而蜀汉方的境况并没有因此改变 由于阳安官首将 讲书投降 中会大军不费吹灰之力 就通过了阳安官爱口 长驱直入 原本受命支援阳安官的张义和董绝 在获知前线消息 会合江维和廖化后 四人决定退守建阁 李白在蜀道南中形容 建阁争容而摧违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可见建阁之势极难攻克 中会的十几万大军 面对死守在建阁的蜀军 正是一筹莫展之际 邓爱却开辟了一条直扑鼠中腹地的思路 这条思路艰险异常 无异于赌上自己的性命 邓爱的策略是切入成都平原 如果剑阁守军回救 那么剑阁的防守则必然减弱 中会就能顺利破关 如果剑阁守军不回救 邓爱就可以横扫成都平原 然后者的可行性受鼠汉内部管理的限制 因此邓爱的策略目标更趋向于前者 此为后话 要想掩人耳目地突入成都平原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其一 中会大军在建阁与江维的对峙 吸引了蜀军主力 其二 邓爱选择的这条行军路线 要做到让人难以察觉 才能顺利抵达目的地 显然 广为人知的金牛道和米仓道 并不符合条件 邓爱停住在阴平的狭道上 突然专注地观察起眼前绵延的险峻山路 少世以来 翻阅的地理书籍和实地勘测的经验 令邓爱产生了一个奇想 穿越这条天险之路 这个奇想在他的脑中愈演愈烈 邓爱今年已经66岁了 如果在这次战事中不能建大功 杨威明将来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 何况 他的年纪在这个时代足以称得上高手 即便不幸落难 也好过徒流遗憾 邓爱选择阴平小道 并非只凭一腔孤勇 一直以来对地理勘测的兴趣 使得他涉掠了无数山川大河 也从中学到了不少规避山险的理论和经验 此外 他还向当地人打听了通过这条小道的方法 为避免行军中因折损过多而无法疾病的可能性 也是为了到达成都平原后 更好地保证己方实力 他甚至尝试向诸葛旭抛出橄榄枝 然而诸葛旭认为并无冒险的必要 于是婉言拒绝了 一个皱容满面的老翁从渺远的思绪中回神 他的眼神目控一切 他回到了放牛意志的少年风发 回到了堪渡山河的心无旁骛 回到了智斗江维的桀骜孤勇 踏上了一条山高古身的征程 殷平古道起于殷平郡 明代将领傅友德曾带兵走过此道 红军长征时李先念也曾率领红军走过此路 他途经文献县城翻越青川陷境的摩天岭 经唐家河 殷平山 马转关 靖军山 到达平武县的江游关 全长265公里 三国志中记载的七百余里 大致相当于三百多公里 两者之间存在几十公里的差距 因而产生了不同的说法 殷平道上最显要的去处是摩天岭 齐陵北溪坡度较缓 南面则是峭壁悬崖 无路可行 即使是汽车都很难行驶 史书中记载 邓爱为了渡过南面倒闭 果瞻从坡上滚下 试想一下 人到晚年的邓爱 从海拔两千多米的坡上滚下 即便侥幸逃过一死 也早已瘫痪不能行 在熟知地理 又跟当地人打听过此道的前提下 邓爱强渡摩天岭的可能性不大 而极有可能选择从一侧绕过摩天岭 但即便如此 邓爱君所遭受的困难险阻 也是超乎想象的 一路上到处是山丘深谷 临巡怪石 很多路段极其狭窄 难以相处 三国之中形容士兵 攀木原崖 鱼贯而入 可想而知 困难到什么地步了 或不担心 除了面临道路的险峻之外 邓爱君逐渐陷入了断梁的危机 没有充分的体力补给 进一步加重了行程的负担 可以想象 当时部队内部的情况 为了果腹而吃野果 搅野草 但仍有不少士兵因此折损在这条小道上 在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后 这支孤军终于来到了道路的终点 江油关 此时 部队早已疲惫不堪 但堵塞在前方的关爱 令他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邓爱突入江油的消息 传入中汇营中 假使邓爱成功突破江油关 进入成都平原 在任何层面上 对中汇都有好处 一旦魏军对蜀汉中央造成威胁 江维必定回退防守 因此 他以主力部队牵制江维 并派部将田章 从剑阁西面 静奔江油 支援登岸 此前 江油扶兵面对从天而降的魏军 早已大惊失色 因此 很快在田章猛烈的攻势下 溃散瓦解 江油关守将 马淼投降后 成都平原门户已经打开 这给蜀汉中央 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朝廷立刻派出诸葛瞻率军对抗邓爱 诸葛瞻率属军抵达浮城后 并没有听从蝗虫的建议 继续北上去堵住邓爱 进入平原地区的入口 而是在此地停滞不前 浮城位于平原地区 无险可守 此时 上侧就是蝗虫的建议 趁邓爱还没进入平原前 抢先到山区扎营守卫 不予交战 邓爱军一路翻山越岭 早已疲惫不堪 长期僵持下 中侧死守浮现必成不战 由于身后棉竹关的威胁 邓爱军不敢冒险绕过浮城 一旦进入棉竹关和浮城之间 则可能陷入两面包夹的窘境 因此只能勉力攻城 下侧双方在浮城决战 然而最终 诸葛瞻的战略方案 却连下侧都不急 他将本就侍卫的兵力 再行分兵抵抗 很快 蜀军前锋就被邓爱击溃 诸葛瞻只好退往棉竹 虽然这场战败损失并不大 但对此时 蜀军士气和蜀汉朝廷 都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严重制约了后续的战略部署 此时邓爱已经突破了 所有预设爱口 直达棉竹 意味着蜀汉方面 已经难以再行排布 只能与卫军决战 这个结果正是邓爱想要的 对于疲惫不堪的卫军来说 速战速决才是唯一的制胜法门 棉竹之战可以说是 未灭蜀的最后一战 随着这场大败 成都的人心已经彻底溃散 在乔州等人的建议下 刘善向邓爱投降 立国43年的蜀汉政权宣告灭亡 为什么成都中央的兵力 会如此不堪一击 刘善又为什么会轻而易举的选择投降 刘备诸葛亮在世时 对于汉中的防守 一直采用的是在外围秦岭山地之间 阻击曹卫的进攻 不放敌人进入汉中盆地内部的策略 这样的防守方式 可以利用复杂的地形 以峡谷战道来限制敌军主力的行动 使敌军无法展开发挥兵力上的优势 在后期将为执掌军权时期 为改变在北伐过程中 长期难有突破的情况 他制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他在西安 建威 武威 石门 武城 建昌 林园等地设立据点 已被强敌 一旦敌军深入汉中 他就派遣部队骚扰敌军补给线的战略 以期达到干扰敌军补给线 造成敌军缺乏补给 被迫撤退 进而达到内外夹击 一举皆灭的效果 魏国三陆大军伐属 因蜀军的权限撤退 从而顺利地进入了汉中盆地 但阳安关的蜀将 蒋书叛变投敌 成为了击溃 这场战略部署的重要因素 此时的汉中 由于江维带走了蜀汉的主力部队 兵力空虚 兼军王涵守乐城 护军蒋兵守汉城 都只有兵五千人 汉乐两城军事地位尤其重要 尚且如此 其他为首可向而知 而江维的主力部队受中会牵制 诸葛瞻在对抗邓爱军之时 又出现了决策上的严重失误 致使邓爱偷渡音频的骑袭 发挥了最理想的效益 此时蜀汉中央一方面难以解决 都城沦陷的极定事实 一面早已众心欲详 等到江维匆忙回防之际 早已目以成舟 邓爱从一个局部牵制江维的配角 一跃成为法蜀战士的传奇 可以说是灭国战士中的奇迹 大抵连司马昭也没想到 蜀汉的覆灭速度会如此迅猛 原本图谋汉中的战略 最终却意外地收获了蜀国的版图 邓爱在法蜀战士中功绩斐然 这66年来 他无一日不想出人头地 此刻无疑是迎来了他人生最辉煌的阶段 相反 作为这场法蜀战士总指挥的中会 却显得暗淡无光 微妙的落差 令中会萌生出隐秘的心思 此时蜀国虽覆灭 然附属的势力在这个国度并未泯灭 这些势力中的一名老将 吸引了中会的注意力 这股隐秘的心思开始慢慢发酵 这三人之间又将上演怎样的恩怨纠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